力量打的稍有些轻 心思准备谈两库呢 去叫绿球 看看这杆绿球可以算准角度 把这个红球堆去K散 哎呀 没有打进 还好是没有K到 由于没有打进 所以没有K到 对 打得太厚了 其实要打薄的话 阿沙利文还有机会 39比1落后的分数 并不是很多 这39分也是阿沙利文的一根 失误送给希基斯的 嗯 4分钟 有关 dun子 这40分钟 对 感谢观看 看看这一根 心思 现在领先分数啊 应该是尽量不想去把那中间的五颗红球呢 这个在防守的时候 给打散 所以我们看一下心思是怎么来打 嗯 有一颗红球去到中带 会不会打到啊 好像在可以见到 心思刚才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确实找不到其他的红球可以去防 沙利文也是 逼心思在防守 好说漂亮 沙利文有机会啊 这个红球的位置还是非常好 现在 绿球先打进 中高杆的发力来弹一裤 看看这杆 两裤来去叫黑球 好的 非常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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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球有一点向上的角度 好的 低竿拉回去 叫三颗红球靠下的这颗 力量又是烧轻了一点 再看粉球 中带也是可以打上方的一颗 好球 应该还是出去打黑球 粉球难度还是比较大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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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齐金斯赢来了这场比赛最好的胜机 甲冠打进 新鲜 现在已经是领先了18分 再打黑球 25 上方的两颗红球打进 都能够拿到彩球分数 下面这个 你说可以 不用考虑吗 对 都是足够超分的 8 二十二问刚刚这颗黑球的事物还是不太应该啊 尽管有难度 但在这种关键时候 确实得顶得住压力 好的推进 哦 这样的话应该说 西金斯啊 百分之九十九已经是获胜了 看看这百分之一啊 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意外 六十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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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领先三十四 六十五 超分 如果是不打进那颗红球的话 那阿萨利文应该最后一盘也不会成功能处吧 对 谢谢 这胜干 哦 打进 对 虽然在这场颠峰对决中啊 还是以西金斯的胜处而靠中 嗯 确实这两个人呢 谁胜都是在情理之中 西金斯也是单赛季 现在是排名第一 没错 三十二 那么我们观众呢 也是非常的过瘾 现场买球票的观众也迟了啊 大家看到了一场非常好看的比赛 既看到了很多妙道豪英的进球和配型 又看到了不少匪夷所思的失误 这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比赛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收看 感谢黄卫博 同志导的精彩点评 咱们下次一幕再会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